世曼 欢迎两位 是不是七场十足 两位都 两位都有非常厉害的代表作 在今年和大家见面 都是爆款剧 我们看两位怎么选 世曼姐选择了显眼包 曼姐选择显眼包 依童选择了 萌萌哒的哈基尼 依童在我们年初爆火的电视剧 狂飙中饰演了清醒坚韧的梦玉 她同时也是九霄寒夜暖中 机智女捕快苏九儿 2023李依童凭借自己的努力 一路狂飙将多个生动形象的角色 带给了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有请两位打卡完毕以后 来到我们的中心点位签名 一步我们的签名区 那要说今年最火的职场剧 那必然是新闻女王啦 我们剧中 蛇诗曼姐姐扮演的曼姐 是典型的ENTJ指挥官型的人格 野心勃勃 更是把想赢写在脸上 自始至终都是无恋爱的事业脑 让观众看了以后打呼过瘾 曼姐曼姐我爱你 我爱看 我爱看 两位 两位的事业的确都是一路狂飙 是的 来 有请两位来到中心点位 所以我们先来拍张照片 哇哦 有一种姐妹花都登上了人生巅峰 看看 视野女强人的这种心心相惜的合影照的感觉有没有 看看 先手比心再脸比心 好 我们虽然不太忍心破坏这样的氛围 但是呢也很想跟大家聊聊天 我们来把话筒递给两位 哈喽 曼姐 好久没见 来 给她打个招呼吧 好了好了好了 欢迎两位 来 先给微博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摄氏曼 曼姐 大家好 我是李怡童 今天一同不是说要带你的红毯搭子来吗 我的肉肉 对 出通告呢 在横店 太忙了 在横店定妆呢 可以 我们在微博上看她好了 今年摄氏曼姐姐的新闻女王爆火 现在走到哪儿 大家是不是有点害怕你的感觉 没有啊 更喜欢了 都叫我曼姐 曼姐 你这么好的那种感觉 你有没有什么想给大家说的 当然是非常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 然后也很开心 可以接到这么好玩的一个角色 有没有那个计划拍第二部啊 哎呀 说出我们的新生了 这个大家都很想问 我也想知道啊 你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不是监制啊 答得很认真啊 但是你自己有这个想法没 想不想拍 我也希望 我想的 可以 可以邀请你来吗 真的吗 哇 杨迪 我建议有第二部 我建议有第二部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你也想了 狂彪拍拍第二 哪都想参与一下 我们可以去当一个 我可以去当一个路人甲乙丙丁 要在旁边近距离的看到最火的剧 是怎么样拍的 太幸福了 反正有这么好的剧集 我觉得观众朋友们 都是非常有福气的那种感觉 也希望2024年两位 可以带来更多好的剧集 和大家见面好不好 谢谢 最后给大家送上祝福好不好 2024年了 我希望大家开心快乐健康 2025卡住了 就是把我的希望 一样跟车子一样 希望大家红红火火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 最简单的祝福 反而是最好的寓意 再次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微博之夜 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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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圣诞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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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请 哇